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句话账号呢是叫笔墨丹青 他账号员自己把自己定位成是陈丹青的账号 推特账号 我个人多少吃怀疑太多 我个人觉得不是 应该是别人打他的名义 因为有些笔触呢 有些用词做法 说话做法 跟陈丹青有点区别 另外一个他并没有去完全注册那个账号 感觉上 对不起 主要感觉还是用墨 就是笔墨上有点差距 说话呢 说话这种调门上差距 但并不妨碍他传播内容 结果他转了这么一段话 这段话呢 是蔡英文讲的 我没有核对是蔡英文的讲稿拿出来 我没有核对是蔡英文什么时候说的 但是这段话讲的是非常到位 我个人觉得是真的到位 所以我就后来刚才刚刚转推他 就凭这段话 就凭这几句话 习近平想跟蔡英文 跟蔡英文对话可能行不大了 那后面要跟对话就是赖清德了 想跟今天的中华民国的主管者对话 并肩对话的话 他只能放弃中共和放弃中共国 否则他没有任何资格 就是他人的品质上 人的品质上 生命认知上没有任何资格 这个话就蔡英文来讲 讲得非常到位 非常到位 无懈可击 如果这段话他的讲述 是为了支持今天的民进党 和支持今天赖清德的话 我以为是非常理智 非常清晰的一段话 不卑不亢 讲出了真正的一个国家存在的价值 在人民中存在价值 跟他的看法 民进党不等于台湾 国民党也不懂于中华民国 如果台湾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 失去了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 如果中华民国在我们这一群人的手上 失去了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那即使这两个政党都被扫进历史的灰烬 台湾人也不会觉得可惜的 蔡英文的演讲 非常到位 非常到位 他的到位呢 讲清了两党 和台湾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 台湾人民的主导地位 主导地位 这是一个很清晰很清晰的 台湾是台湾 台湾 中华民国 那民进党强调了一个台湾 国民党强调了一个中华民国 但是台湾没有了 中华民国就没有了 中华民国没有了 台湾也没有了 其实是这个 他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那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从蔡英文的嘴里讲出来 对今天的赖清德的竞选 是一个莫大的支持 这是中华民国台湾的 另类的非常详尽的表述 那如果台湾没有也好 中华民国没有也好 那两个政党都将 就是两个政党的灰烬 什么都没有 那作为台湾人民来讲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联名你的 会联名你的 这是极其到位 极其到位的一句话 非常完美的诠释了中华民国台湾 他的概念地位 那他各自分居的概念 跟曾经强调的台湾国台湾总统概念 完全不同 我完全不同 所以我个人愿意把它看成 是那蔡英文的这一番定位呢 应该是他 应该是他非常非常到位的一种诠释 那我个人才刚才做了一个批了 就这么一段话 就仅凭这句话 那习近平唯有抛弃中共与中共国 方才可能与其并肩 否则的话 没有任何资格去讨论 没有任何资格去讨论 因为民进党不等于台湾 完全说清楚了民进党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台湾的地位 台湾的地位远远高过 台湾地位远远高过民进党本身 那国民党不等于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不是国民党 中华民国是亚洲地区 东亚地区第一个宪政民主国家 搞清楚 就是说国家就是国家 是永远的 国家它是高的 台湾就是台湾 它同样是高的 中华民国在台湾 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你就是结党营私的一个政党 你结党营私的政党 是属于中华民国国民 身居台湾这个区域的所有人的 台湾不存在 中华民国就不存在了 中华民国不存在了 台湾也不存在了 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人们为什么要接受 人们为什么要认为你存在 当你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和失去了自己存在本身的 一份尊严的话 不会有任何人记得你 人们只会唾弃说 台湾中华民国毁在了你国民党手里 回在了你民进党手里 台湾因为他的这段演讲的认知 就是远远超越了作为民进党的一个党徒 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 和八年的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的过程中 他的超越 远远超过了今天的马英九 马英九给他提鞋都不配 马英九给他提鞋都不配 因为这段话的故事 完全就是揭示了事情的真谛 那下面有评论啊 马总统有水平 台湾选举最重要是得到中间大多数选民支持 所以这些话是要让他们好好想想 自己的票应该怎么投 没错的 稍微就是稍微明智的 就是稍微一个正常人 他已经讲清楚了这一切 民主自由的框架 蔡英文创造性的思维 让台湾卸下中华民国背负的历史包袱 跳出民族主义画下的意识牢笼 说这话人就不怎么样 这个话就不 就完全就 就跟蔡英文这段话就差远了 真的差远了 什么历史包袱不包袱的 你能否定你爹 你能否定你妈 那爷爷能是爹生的 这些词 这些词都是共产党左派思维的词 是抛弃一切负担 那你就把你爹妈杀了不得玩了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这么回事 青天白日起义好看 蔡英文认知的水平比包子高多了 包子有严重的认知障碍 包子严重也好 什么样也好 他现在就 他现在在那 民主自由最重要 大于两党 也大于只想投机的民众党 这光说不练的背后是什么 美日韩 甚至连菲律宾都联合军演 偏偏只有台军 连屁股都没挪动过 这就胡说了 这基本就是瞎掰了 对不对 真正的认知是真正的认知 对不对 那今天台湾的军队 跟其他国家之间的 这种相互的往来 是因为他失去了外交的认知 他怎么去军队跟他军演呢 人一点理性都没有 对不对 刷牵骂骰子 就欠大嘴不出的 这是两回事的 对不对 那你军演也好 这么演也好 是你在全球的人类社会的 道德的沦陷 才让共产党得逞 是人类道德的沦陷 才让共产党得逞 每一个人都在其中 每一个人都有着 助纣为虐的 助纣为虐的本身的故事 下面就讲述了台湾独立啊 这些故事就这么讲的了 那这些故事会有了 不同人的诠释 对吧 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 蔡英文的这一段认知 是顶挂挂的 这一段认知 对赖清德的竞选 我以为是非常正面 非常正面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是顶挂挂的